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一会儿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朋友在这里就要小聚一下大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纪念这个特殊的事件 好 我们一会儿请大家欣赏更多的内容 阿康先生谈谈今天阿康先生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您这个跟咱们观众朋友有哪些话想要跟大家说一说的呢 共产党现在他最怕的就是每年到这时候他就胆战心惊 也不要所有的人提醒他 他会提醒人文 这时候我们要想中国的民主路程还很长 怎样坚持下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好吧 我说我不想说很多 我这人怀念六十三十一年前的时候 那段日子我们是怎么想的 而现在走过这三十一年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还是原来老样子 好比我前两天说的我们就是个草民 我们草民该做什么该想什么 那这些都是实际问题 所以我们年龄大了 也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 我们希望年轻人更多的有志气的年轻人 继承我们这个传统把中共消灭掉 这有消灭 他们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就是枪声 这个枪声对他来说非常有用 我们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努力 好吧 不忘六四 谢谢你 那阿康先生现在六四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了三十一年了 那么阿康先生当时呢 您在大陆的时候哈 您能不能给大家回忆一下 您所知道的哈 或者见证的一些六四的情况 解释一下好吗 三十一年前的今天 我在上海 上海当时 所有的工厂 做半天工 放假就放假 到下午全部放假 为什么 没有汽车 没有公共交通工具 所有人提前回家 我就骑了一部自行车 从外滩 大明路到外滩 一直到人民广场 这一段距离 每个地方都有游行的学生 每个地方都有那些学生宣讲 当时我是一个工人 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 我想他们都是说的很有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买了我买了一盒 买了一盒 我身上仅有的五块钱 买了一盒冰棍给学生吃 最后被我们厂里面的人看见了 他告诉我们的党委 告诉厂里面的党委 不是我们 是厂里面的党委书记 厂里书记找我 把这个问我 叫我交代这件事情 我说我没什么好交代的 我就买了个冰棍 犯什么法 就五块钱的 就是五块钱的冰棍 这不是犯什么法 对不对 我们学生讲出他们 那么的汗流浃背 在为了民主自由 在举行大规模的游行 这有什么错 这件事情我深深 给我太深太深的路 对不对先生 六四您也是当时 都亲身经历了 有很多的感触 您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您当时的所见所闻 和您现在的感想吗 我简要说一下 对六四的感想 我谈两点 一个是我当年 也经历过六四 但是我不是学生 只有我的孩子 有参加 以我对共产党的了解 我认为六四 会遭到严酷镇压 而且这个镇压 相当学习 因为对共产党 太知道了 知道的太多了 我的父母辈 从社会的救赎会过来 他们的身上研究 对我们从小而入目 还有学校的教育 社会的影响 这一切都是 我从小就产生了对共产党 对政权 对政府的一种恐惧感 这些就使我意识到这么大的运动 这么大的 就是用邓小平的话说 就是动乱 用他们共产党语言 说是暴乱 其实在运动期间 就是后期他们开枪了 才产生了群众的对抗 才扣上了暴乱的罪名 我对共产党还太了解了 所以我 我就因为 六四的 在六四的前夜 我就感觉了气氛不对 气氛不对 他又宣布戒业了 对吧 完了唐克和军队进警 我就感觉了 这个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所以我就到学校 把我的孩子给结回家了 我说 你不懂 你不懂共产党 你根本就不懂 要杀赢的 我给结回家了 这是一件事 第二个事情 我要说的就是 六四镇压之后 我们单位 向机关干部传达文件 说这是定性是反革命暴乱 我当时很生气 我当时我就站起来 我就说了 我说 不管学生有什么策务 军内不许开枪打老百姓 军内不应该开枪 对 我反对 我反对开枪 结果全场都 面面相去 所有的人都 可能有很多人都在为我捏耙汗 我说完了之后 我一摔凳子 我就走出黑场 我表示抗议 结果过后的处罚也就到了 从那个本来已经开始提了 郑处长一下就录 录了 这个好事来 苏先生 今天很高兴又看到你了 能不能也谈一谈 今天对这个六四的 这个特殊的日子啊 感想 好的 我呢 作为一个六四晚上 在广场上 亲历当时的情况的一个亲历者 那个三十一年来 无数不刻的 就是在惦念着我的那一天 八九六四那一天 是我梦想和我的希望破灭的一天 在这之前呢 我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一个 就是爱国主义者 或者说是一个粉红 但是呢 枪一响之后呢 我重新的反思我 所有过去的一切 所有我的世界观 那么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使我呢 能有一个重新的 对现实 对共产党 对中国有一个 重新的一个认识 所以呢 这一天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那三十一年过去了 你觉得共产党 在某些方面有没有所改善 包括集合现在香港的这个情况 能不能给大家 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看法呢 我觉得共产党的就是从发家开始 他就注重两个两个手段 一个是暴力 一个是欺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 是谎言 从当时的情况 到现在三十一年过去了 共产党无时无刻不用这两个手段 一是现在对网络方面 各方面进行大量的镇压 大量的封杀 另一方面呢 就如果对那些不听话的 不被洗脑的人呢 进行那个就是打压 入狱啊 监禁他们啊 监视他们啊 所以呢 一切一切的手段 都没有任何改变 这次反送中 从反送中 那个延伸到 目前的这个反国安法的 这个就是实施 我们觉得呢 也是一个 他的惯性的那种思维 其实这个事情呢 最早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从最早的时候 应该从铜锣班开始 他们觉得就是 对习近平有一本书嘛 对吴近平很不敬 他们就开始抓捕 铜锣班的书店的一些成员 然后后来演化成呢 就是对肖建华的一个抓捕 这样的话呢 因为抓捕之后 对国际上 对他们的反应很强烈 认为他们破坏了一国两制 所以共产党觉得很没面子 然后就给香港政府下达了命令 就是能不能开 开开开起一个新的一个 就是法律呢 就使我们去抓的时候 不至于那么太丢脸 所以呢 正赶上呢 台湾有一个小男孩 他因为女朋友 两人之间关系不好 这关系呢 就是起了起了波折 到台湾之后 把这女孩给杀了 把女朋友杀了 因为这事回来之后呢 就是香港政府呢 就借起借这个机会 挑起了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提案 但是呢 香港的市民是 眼睛是非常雪亮的 他们并不会因为这一个案子 而蒙背他们一双眼 所以大家群起而公知 极烈的反对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反送中法 中央 中央呢 对于这个反送中法 最后被搁置呢 也是非常非常恼火的 我作为一个国 一个国家 对他们来说 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 中央政府 那么对一个地方政府的 都不能够进行有效的管制 这是他们的想法 那么我们还怎么能算是一个中央政府呢 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出发 他们就现在决定 就是我跳过这个香港的这个立法会 那么我直接 发安颁布一个 那个就是国安法 这样的话呢 就是能够不经过这个 香港的立法会 通过这样 这样的话就能使他们 他们认为就能够对香港进行有效的 所谓有效的就是说 肆无忌惮呢 就对异议者进行抓捕 进行审判 而不经过通过香港的法律 这样的话呢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违反 香港一搞两制法律的一个行为 那么我们都知道哈 十几年前的中共曾经推出过23条 然后因为香港上级的反对人太多了 被害怕搁置了 这个过去那个23条和去年的这个送送条例 和今年又试图推行这个国安法 你觉得他们三者之间哈 有没有哪些这个关联呢 我觉得关联很大 最早的时候这个23条呢 就是因为在董建华在任内 就因为七一的50万人的大游行 被不得不搁置了 当时呢 中共也是非常不爽 心里非常不爽 也是这种想法 你作为一个地方政府 那不听中央的命令 这怎么成 当时还是胡锦涛在任的吧 所以呢 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人 所以当时也没有采取更强烈的手段 那么到了反送中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这样 又得到了这么强烈的 而且非常非常强烈的 在对上街反抗 而且是人数非常非常众多 所以也不得不搁置了 这样使他们这个当选者来说 非常非常反感 觉得这件事的话 对于我们的权威 对于我们的这个统治 是非常有害的 非常 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 就是不能正常的 与行他们所谓的这个职权一样 所以他们非常反感 我觉得这三者之间 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好 谢谢宋先生 谢谢